今年荔枝春巷大伯化 一开始输用贫富小丰 生物风亭 但是好个并没有好 因此管虎开始进行 化化风亭的价位 也在今天基板荔枝春巷 共同风亭记家会 全都公益作业的重要性 今年荔枝春巷大伯化 都明是叫口冷天 因为近前一行的贫富小丰 生物风亭提供价位 好个并没有明显 因此管虎开始进行 荔枝春巷化化风亭记家会 利用噴油来控制疫情 这个药剂是 都有经过房顶群那边试验的 那现在房顶群那边推出的药剂 大部分都是低毒性 而且那个时间 残留的时间都不会很长 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的 那就是啊 那红红就是啊 那就是荔枝春巷 中华官荔枝春巷 共同风亭记是5月23到25号 高雄顶市公所 已经全民总统员 家庭换油的风亭作业 另外占队 北瓜山银山东西区 将会在5月25到27号 同样换油的策略 全民家庭公共区 那个风亭作业 其实每一个农作物啊 都会有虫害 我们先前是用生物房 生物的房子 平物小风 那看起来好像 也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我们 第二阶段就是 通知所有的 乡镇市公所农会 然后有六个 乡镇市公所来申请 第二阶段 因为看起来效果也不好 所以我们第三阶段 就是全面性的 连续三天 5月12 5月13日 4月25日 三天连续来 喷这个农药 它会随着树域循环 然后循环的话 针对这次荔枝村上的灾情 广府将会继续监控 也会有農民 必须要注意安全拥有 做好白糖海风地工作 这一档五号控制疫情 六中华新闻 李冠金 开拓彩虹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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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